正在日拜法連阿祖父母來控除的大控 在日下經濟部同意的 暫停醫生人 同期經濟反對到前例去 從被監察委員提供在法連 和經濟內區出談費 竟然要在國際阿祖父母來的控除 實際內費 從來要了解大控日下的前期以外 未必來相關等費 有關省暫停醫生 希望未必請出頭日拜的案例當中 根由實際步伐 阿祖父母來的規制範圍 在海派過程680公尺 不過3月份時間蔡公園已經 順強戰爭通過 所以感到很關心 未來規制範圍的代謝都在斷來 有沒有底線 底線一般 通常都是要經過很多盤品 還有很多地質專探 要去審查看能不能超過 他們申請的規模 知道說 非常知道說 底線是三萬光嗎 沒有 是啊 所以我不想聽到這樣的回答 底線在哪裡 只要快發單位提出現場 所以恐嚇會通過 本黨的經濟動消利益 好不容易我們知道了 還有今年就要到期 到期的話 勢必一定要經過一些所謂的 原居法21條 我們不如學上之後 要不要繼續開採 第二條 環境評估是不是要過 所以你說都是最後生效 就是 對本案 對亞民產線案 不會生效 對亞民產線案 會已經被大臣 調查 如何的戰行案 已經先向民眾 來相關黨委 促談過 再三黨事實體負荷 檢察官表示 來拜四十多位資料 會大專業權益調查 理解海面有不法的行政數字